哎行回来一下他这个看完广告他这个配音就不加载确实是稍微有些烦 嗯对刚说的啊对要用这个望远镜去楼上看那个火 嗯怎么还没有收音 然后呢 是要给你给个葫芦吗对了 然后呢 哦你把这把木剑给我 然后只在地上地上缺个什么 这个人呢 这个人睡着了 地上有什么缺的吗 嗯木剑应该是给小对给给男孩的 OK 他给我给一把凳子 哦 凳子可能是这个人要的吗 给你 OK OK 好戏开始了 来吧看一下啊 这是啥 这不是女主吗 这女主要干嘛 看一下 嗯 拿了一瓶酒 这酒可是好东西 这酒 啥 这个变了 变成他自己了 平行陌路 没有脸给你画一个呗 啊 要画一个嘴 这把剪 剪的 啥 不好意思 点错了 啥 啥意思 这也太难画了吧 他这不受我控制呀 他这 哎呦 这画确实是够难看 好吧 他那个啊 有一个画嘴的小游戏 好 然后 然后他画眼睛 但是画眼睛 对他 他没有那个颜料呀 这个颜料是干的呀 对吧 这这这这这怎么弄 你先把酒浇上去 看看会怎么样 哦呦 摘果子了 我得甘心先看一下 怎么摘 对吧 但是应该是先看一下啊 他这个 他有时间限制 对 有瓜果 有这个 这都是什么 辣椒 石榴吧 这个应该是 梨 然后这个梅 嗯 梨子 大果子 OKOK 明白了 大概 看一下他第一个摘什么 第二个摘什么 对 第一个摘 硬壳的 什么东西是硬壳的 我刚好没看到硬壳的呀 硬壳的是啥呀 石榴吗 第二个是瓜果 瓜果就是那个 那个最大的那个是吧 第四个就是辣椒 这个明显 第五个是那个黄桃 第六个是那个 啊 那是个梅哈 我看得像李子一样 第三个是个啥东西 那还有什么梅油 嗯 我得去看一下 对 大概记住这个顺序 看一下去啊 走 第一个是啥来着 嗯 我想 哎呦 对 第一个是石榴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对 这个 第三个是 嗯 哦 对 这肯定摘错了 OK 那我前两个是摘的对的 那我再回顾一下 先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啥来着 嗯 第一个是石榴 第二个是大瓜 对 第一个是石榴 没有石榴 第二个是大瓜 第三个应该是这个梨 对 它没有踢到过梨 大瓜 OK 梨 第四个是 哦 第四个是那个辣椒 完了 来不及了 对 第五个应该是 哦 第五个是桃子 就这个 最后一个 快快快快 浆果浆果 哎呦我去 这是还挺赶 那重新试一下啊 第一个是石榴 对 第二个是 正满瓜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 那个梨 对 第四个辣椒 辣椒 第五个是黄桃 对 够了 第六个是 那个梅子 好嘞 那个时间确实还挺赶 OK 哦 你给剪刀 好吧 这男鼠又来了 我连血都没上过 什么呀 我没说过这种话呀 肯定是幻觉 你不要中劲 是我请你来看戏 遇到了这种事 又拖累了你 本来你就不在意我 你就不应该来呀 是可怜我吗 何必呢 这个男主 老是出现又消失的 到底是真人 还是假人 这个 好吧 这些这个故事 现在弄得有点懵 不知道到底哪一部分 是真的 哪一部分是假的 就好像这个那个女儿 她不知道那个跟着男主 的是真的 还是跟着女主 的是真的 然后这个女主碰到的 这些男主和那个女儿 到底哪一部分 是碰到的真人 哪一部分是碰到的幻象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剧情线 真的非常的乱 当然也是 可能是我智商不够 一个方面 但是 就是完全你可以清晰一点 你就讲个好的故事就好 你没必要故意要 为了扑朔迷离 而扑朔迷离 我是觉得稍微有点乱 现在真的是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剧情 overview 就是 就是感觉就把你脑子已经冲乱了 那种感觉 好吧 然后这个对 然后这个女主 还有两个人 各在不断的对话 这个剧情真的感觉非常的乱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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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是 你这个剧情不要有 对 看下他那个书 说这个黄色和 怎么调来着 我记得他刚才说了一句 对 在哪来的 哦 就在这 嗯 不对 你就在那边书里 黄色是 OK 黄色就是这个桃子 然后这个 那个紫葵 它叫什么 龙葵姜 OK 你去做吧 对 黄色就是放在这 对吧 啊 那放在哪 放蓝色里 放放 啊 为什么黄色要放到黑色里 哦 这两个都放到黑色里 OK 毛笔呢 OK 现在就是一个 嗯 他说什么 看一下 还都就 OK 黄色加紫色变成黑色 我想一下三元色原理啊 三元色是红黄蓝 对吧 红色加蓝色 对还真对 红色加蓝 再是紫色 这个 这个三元色的原理 其实在紫加一 一还是二里 好像也就玩过 哦 不不 走走走 多了 给他画眼睛 嗯 哎 我的妈呀 不会又是刚才那个游戏吧 哎呀 这这这很难画的 你知道吗 他这他他这个顺序 他都不受你控制的 哎呦我去 这个游戏真的是 哎呦我去 哎呦 哎呦我去 中间这个可能还得画的 浪费时间这个游戏 哎呦我去 哦 哦 他应该就是 呃覆盖一定的比例就行 哎呦我去 你这画的是赤真的够丑 好吧 然后呢 这个人好了 是不是这个戏就开眼了 怎么又变成戏墙了呢 天前行 可有该往活去 所谓 或 亿 刚猫叫了一下 这个 这也不像他的声音 反正是 也不知道他这唱词 就灵魂三问 哲理三问 好 在一个水流前 留下来 那就去给他弄个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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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 桥不就是在这 是吧 捡一个 哎 你能剪成这样 这 啊 哎 为什么要 哇 你女主的这个绘画和手工 这个 这个 真的 一定要这么差吗 你用矫节也剪不出这么差 哎呦 哎呦 我的妈呀 OK 嗯 哦 先大的 要缩小一点 搭在这儿就行了 嗯 嗯 还不对吗 还在小一点 怎么 OK OK 看左左左又碰着啥了 赵静子 怎么就不高兴 哎 怎么就不高兴了呢 你也觉得我画了自己的脸太丑了 嗯 然后呢 什么都没有了 你就 那我要干嘛 啥 哦 再往里看 孟严 该醒来了 该醒来了 什么意思 哦 这张是不是要结束了 看一下 看一下 为什么又是钟子怡呢 怎么女儿又出来 嗯 她穿了这个 这个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你知道自己是谁 在哪里吗 哦 她是这个到这个 是不是又到那个前座那个十三号的那个病院里面去 看一下 看一下啊 我是陶梦燕 这里是医院 医院 怎么回事 小钟你怎么穿着医生的衣服 啥 这个这个穿越还真是非常的非常的突兀 哦 这个小钟 钟 钟子怡 在这个这个 这个键盘上 钟子怡吧 好像叫 在键盘上敲 傻 这里是市地十三医院 我是你的精神障碍主治医生钟子怡 你现在能够看清现实了 说明催眠治疗干预效果不错 感谢你的配合 啥 我这个剧情我真是没想到啊 原来这个女儿是一个精神医生 哎 不对吧 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精神医生 为什么之前那么讨厌的这个人 而且对吧 这我猜对了 他就在这个十三号这个 市医院里 可能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前座的那个 对吧 荒废的 好吧 那先继续看 我现在这个真是满脑子问号 什么看清现实啊 你不是我的同学吗 还有 小薰到哪去了 啥 对啊 我到底是 这整个剧情要大反转了 现在看来是 你被囚禁在藏林村太久了 无法接受现实 于是幻想自己逃了出来 为了合理化幻想 你把我当成了同学 把保安想象成了所谓小巡 啥 但是那个 保安难道又跟连少平有什么联系吗 这个故事现在真的是好乱呀 什么呀 我们之前不是在一起看戏 然后遇到了一些怪事吗 对啊 这个剧情现在已经完全就解释不通了 真的是 本来这个剧情就已经乱的 就没犯法理清楚 现在这干脆就是彻底打破了 这一国乱舟 真的是就 哎呀 我的天 我已经就是至少 以我的智商 就是没有办法领略这个剧情了 你就瞎看吧 这真的是 这已经这个剧情已经没有到一个正常可以理解的范围内了 在我看来 哎 那些是你的幻想 你希望生活是美好的 所以在想象中和朋友一起看戏 但你的潜意识知道不是这样 哎 你是不是见到了很多似曾相识的事物 人不能凭空想象出东西 只会把见过的重新组合 你说的那不是梦吗 木偶 皮影 童子 桃人 这些你在藏林村真实见到的东西 形成了记忆表象 而后你的潜意识 把这些表象整合成了幻觉 好吧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钟医生得说的是对的 那现在没有什么矛盾了 那就是女主就是把精神疾病治好就行了 那这个男主完全就是一个想象 对 然后他还把那个这个精神科医生也带到自己的梦境里去 那先看一下吧 那按理来说这个故事就完了 那这故事还继续怎么发展 不对吧 不是这样吧 小徐呢 让我见一见小徐 你对那个保安有些好感 也许是因为他和梁绍平的照片很像 让你把这份对真挚爱情的渴望 投射到了他身上 OK 那他人呢 但你的爱意被拒绝了 被拒绝了 为了自我保护 在你想象中 他就成了你的追求者 见到他能够帮助你验证现实 不过他刚刚换班走了 不在医院 他不在这个医院了 怎么会呢 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不是朋友吗 不是一起经历很多事情吗 我真是理解不了了 这个剧情 救命啊 在你的幻想中 我们是你的朋友 但关系却并不亲密 是吧 对的 对的 这倒是 通过戏台和监控观看别人的故事 是一种心理防御 OK 你需要将自己剥离出来 才会有安全感 你渴望亲密关系 同时 你又害怕被他们伤害 这说的都对 然后呢 那些 全都是我编造出来的 你经常看到蝴蝶 是经典的庄舟梦蝶意象 是潜意识在提醒你 这是梦境 但你的意识刻意忽略了 这些不自然 把他们加工成了所谓谜题 他就是 等于说第二座 他是想用那个幻术 就是什么置幻的花草 他这一个 这一座 所有他前线章 这些不合理的东西 现在都像归结为 这个女主不正常的心理状态 是这个意思 是吧 你拒绝听到外界的声音 所以我通过镜子 来进行催眠治疗 让你的意识 和你的无意识对话 这样你才能听到 自己内心的声音 嗯 OK 所以他就老有一个人 跟他对话 他自己两个人格在对话 没关系 孟爷 如果你不相信 自己已经在好转了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吧 但有两张图卡 被你藏起来了 请你把他们找出来吧 好 找图卡 我这真的会到这个 这个 医院里去 好吧 看看啊 这个镜子 这有啥 在柜子里吗 门上 那个房间是空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要在那儿浪费时间了 可以呢 OK 用钩子勾一下 你在哪里拿到的这个东西啊 太危险了 让我把它收起来 OK 多多一个 他把我钩子收走了 诶 不对 如果我是 如果我所有看到都是梦境 为什么这些东西 我就带到现实中来了呢 奇怪 那我搞不太清楚 到底哪一个解释是合理的 就是这个精神医院是正常的世界 还是我的那个西院 就是看现在才是正常的世界 OK 这个剪一下 OK 护士也太不小心了 怎么能让患者拿到这么危险的东西呢 来 孟严 把剪刀给我 把剪刀也收走 怎么感觉这个 钟医生也不像是个什么好人的样子 OK 先把两个卡放回去 OK 很好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测试 我会给你看一些图卡 你只需要凭感觉回答就可以 好吧 什么什么意思 这 这到底是一个蝙蝠 还是两个猪在爬树 这我怎么知道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奇怪的心理测试 瞎选呗 这个是啥 两个老鼠 还是一个猴子的脸 感觉都不是呀 这怎么能看得像两个老鼠呢 随便选吧 蛙脸还是两个人在这个鞠躬 这个好像对一点 这我真不会选 我现在选完我看会怎么样 猪皮还是树 猪皮吧 这是什么 蝙蝠 这肯定是蝙蝠 也有可能是鸟 但是 这是虎皮还是树叶 好像都有可能 树叶吧 这是啥 两个毛毛虫 还是两个人在祈祷 感觉这个可能像一点 这两个火箭 还是头盔 那肯定是头盔 那时候火箭的 这是个啥吧 这是动物 还是花呀 是个花吧 感觉底下 对 那第十号了已经 这是穿上衣服的人 还是 还是一个这个 这个花堆 不知道 随便选一个线 然后呢 很好 你的状态恢复了很多 去休息一下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进行测试 明天还要再继续测试 他很快睡着了 咱们再继续进行测试 我又测试 啥意思 这我真不知道呀 你这这么出像 我怎么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蝙蝠 出液 这个是头盔 这个到底是花还是动物 花 这个对 花丛 花树 很好 你的状态恢复了很多 去休息一下吧 我恢复个屁了呀 我怎么恢复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恢复了 怎么又睡着了 我是要砸这个锁 但是我现在没有锤子 我拿什么砸呀 我是要找钥匙 对 找钥匙 我不要做这个测试了 哎呀我去 怎么回事呀 瞎选吧 瞎选 我选对选错 有什么影响吗 我如果都选 就就就随便选 都选第二个 然后呢 很好 你的状态恢复了 怎么又很好 啥意思 现在我进入一个死循环了 我感觉 是不是 然后 哦 明白了 这个望远镜是有用的 果然 哦 这样我就能看清楚 这样我就能看清楚 这个这个 哦 我现在就明白了 它这个里面是给了提示的 我需要通过这些提示 看清楚每个试试 对 对 就是在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先看一下 这有一个细幅 对 这个 这个突然刚才我看了 我这是个啥呀 哇 这我看到实际的突然 我也想象不出来 它是个啥 我的妈呀 这是个啥呀 这是个 就这个 这是个啥呀 这是 这是两个人在祈祷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两个人在祈祈祷 或者两个人 滚下来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蝴蝶 对 这个是蝴蝶也是对的 对 这个这个中间的这个是蝴蝶 这个还是挺简单的 这个图案好像也看到过 这是这个玩偶身上的一个图案 那我应该选什么呢 这自己不知道了 还有啥 再找找熟悉的图案 刚才那个 这个难道也有 这是个啥呀 这是个 太抽象了 我这 我的妈呀 这十个T要都做对 还真挺难的 对吧 每个二选一 对吧 一千零二十四分之一 对吧 二十四分之一的概率 大 有些应该比较容易 那有些就很难了 哎呦 我的妈呀 这是两个人 对鞠躬 他脸上画的这个 应该是蝙蝠的意思吧 这个这个图案肯定也是见过的 还有啥 我的妈呀 这这个这个真的好难啊 这这 这有些我就真的见到实际图案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 这太抽象了 这有一个人 这个图案肯定出现 这是一个人 对 然后这不是六藏菩萨吗 这六藏菩萨应该也会 没有一个选项是跟六藏菩萨有关的 嗯 嗯 对 会做体试一下吧 这只能碰碰运气了 这个这个这个也太难了 OK 来吧 再测 啥 怎么是四个选项了 我的个妈呀 这我这 你要四个选项 这要做对可太难了 十个都蒙对 那我只能进入所 哇 这个这个谜题太难了 啊 都选这个吧 这个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两个人 嗯 不是狐狸 哦 对是这个 哦 在看照镜子 这个也是两个人 对 两个人在鞠躬 对 这个 肯定不是树 猪皮我也没见到 选一个人吧 哇 真的好难啊 这个就是蝙蝠 没有问题 对 这个的话 难道是神社 就是祭坛 或者是瞎蒙的 这个是简直 或者河流的终点 两个猫猫虫 那选这个吧 两个人在祈祷 对 反正至少这个我看着 好几次 这个 肯定不是石头人吧 也有可能是石头人 然后 火上的鸡应该不对 火箭肯定不对 头关 是头关吗 还是石头人 这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是头盔还是石头人 头盔吧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反正不是花儿应该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我没看到风筝 先选一个这个蝴蝶月 最后一个 好像是 很好 很好 你的状况 很好就是不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现在就是说 这个 这就是一个 这个死亡循环 就跟好多那个 对吧 就是说你如果不 不答对石头题 你就永远这个循环里 跳不出去了 真的是好恶心 这个 这个 这个谜题 真的太恶心了 四 四成十 就每个题目 都要答对才行 就每个题四个选项 十道题目 哇 这个太恶心了 真的是 这个应该选人偶 对 这个长得像帽子一样 应该选人偶 对 这个应该选一个玩具 对 这个应该选玩具 对 这两道题刚才是肯定打错的 这个应该选蝴蝶 对 就是蝴蝶 人偶和玩具 应该是其中三道题的答案 嗯 其他的不好说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纯黑的 那个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蝴蝴应该没问题 但是纯黑的那个是啥 我没有看到答案 纯黑的是不是这个 这是个啥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 反正是画上的什么东西 这个好像也出现了 那我也不知道该选哪个 对 再试一次吧 还有什么 值得看的吗 看这次能选对吧 有一些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但有一些真的好难啊 应该是这个吧 蝴蝶在树上 这应该是两个人 对 或者傀儡照镜子 这个应该是什么 也是两个人 选两个人 在聚光还是选两个梦 这两个选项感觉都对啊 那选树吧 你这把 那不然选啥的 这肯定是蝴蝴没问题 蟲子 这好像是神社 对 肯定不是树叶 啊 就这个最难 这是啥呀 选这个吧 对 应该是诗人 对 这个是诗人 这个对 我这忘不去 这个是完全 我记得 很好 完了完了 又错了 那我先暂停一下吧 这个确实有点难 我可能得接下来一个一个看一下 我先暂停一下 这个谜题确实太难了 这个接回来更新一下啊 这个游戏我刚才又刷了两个 然后这个 这个谜题实在过不去 太恶心了 这个不得不查攻略了 这个 其实我大概应该 十道题里可能有八九道都做对了 但有两道实在是确实是 他有一些摸棱两可就就没有办法做对啊 所以这个这是第二个卡住的点 但我觉得这个谜题确实设计的 确实设计太恶心了 这个这个这个 他不是出在难 他是出在这个没有容错率 然后也不告诉你到底你哪错了 这个确实是很麻烦 这事情 就这个 而且他这个心理卡片 本来也就是一个摸棱两可的东西 对吧 那这个题本来他的这个答案就不明确 然后又没有容错率 我觉得这是这个谜题设计比较失败的地方 不过这些大部分人也没有估计 反正是至少我是在这卡的 我不知道就是别人玩的时候会不会在这卡的很厉害 这个确实太太痛苦了 这个 第一个当然是这个 那么再来重新做一次 第一个是平有数目 这个在右下角是可以看到的 是比较简单的 第二个 这个就很磨刀两可 好的这还没有 这个就是说是两个墨 肯定没问题 然后第三个 这两个是人还是墨 他的答案应该是墨 但我觉得你非要说是两个人 也说得过去 对不对 两个人在鞠躬 你说这个动作是不是在鞠躬 都说得过去 就这个题就很磨刀两可 然后下一个是 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 这个我记得是 是墨人的一部分 对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 令人费解 你看 怎么看都像是蝙蝠 但他其实人的那个面具的一部分 他外面是白的 里面是这样一个蝙蝠的图案 然后这个是那个神龛 但是他原来的颜色是 这旁边有这个红线吊着 他现在没有了 所以就会 这个神色来 就是非常难选 然后这个是我 我觉得就是我错了 其他那六 虽然难道我没错 但这个其实我这个是错 他说是剪纸 好像是在右上角 反正是我是 就很没看到这个是怎么样 然后最后三个彩色 其实是非常有迷惑性的 他跟他本来长得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石头人身上的一部分 所以应该选石头人 然后这个其实应该是 对 是那个蝴蝶身上的一部分 对 它都是一部分 所以你看这个 它本身压根就不行了 这个是那个 就是玩具木 对吧 就那个玩具 不 不是木头 不的 那个小指楼 或什么样的东西 身上的一部分 所以应该这么选 孟严 对 你都选对了 你不能胡乱回答 然后这个医生就会说 这要是不对的 好好选 不要乱选 对 这反而就说明你都选对了 可能是 OK 然后最后一个 那肯定是选锤子了 对对对 应该选哪个都无所谓 就你应该是要去砸那个门了 OK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吧 走你 OK 砸门 OK 我告诉过你了 那里什么都没有 停止这种奇怪的行为 会使你的病情加重的 你看这个医生 也不像是什么好人 这医生可能也是一个 就是幻化出来 专门蛊惑你的人 反正这个 中子仪 从突到有 就不是什么好人 OK 他说他需要整理一下思路 Gather my brain 哦 我认为这些奇怪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这些奇怪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 每个事情都是真实的 然后我是生病了 然后是看到都是幻想 哦 没有 我是生病了 然后就相当于是这个呃 做梦 这个是做梦 然后这个是幻想 这这些词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delusion和illusion到底区别在哪 对 自欺欺人的意思吗 哦 这是妄想症是吧 底路是妄想 是妄想还是幻想 你说这怎么选 我随便选一个吧 现在就是幻想 对 超现实的幻想 OK 我现在在哪 在福禄西院 就是看戏的地方 还是在13号 11月 那肯定不是13号 11月 还是在异昌的这个木屋镇 还是在藏林村 那我应该就还是在西院呗 对吧 因为这些这三个其实都是前几座的地点 那我就选这个 对吧 啊 我不对 我刚开始是在福禄 那现在 现在在哪 在异昌 异昌镇 异昌的一个一个室 OK 那就所有证据都证明 这是一个木屋戏院 在异昌 明灵 明灵是什么 是鬼 是人 是木屋 还是幻想 明灵应该 按理来说是个人吧 就是他假扮成这个 一会儿假扮成这个 医生的这个小猪 一会儿假扮成我的朋友的小猪 他要么就是人 要么就是鬼 鬼就是像涅墨尼那样 对吧 涅墨尼 这名字挺绕口的 肯定不应该是木屋 或者是幻想 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选人吧 对他也没有做什么奇怪的 他们只是 装着非常吓人的 这个化妆 对装 装扮 他们也没造成什么身体的伤害 明灵的 这个姓是什么 是中 陶 图 还是孽 肯定不是陶了 那怎么可能是陶呢 孽 我从来没听过 我不是中就是图 可能图 就图老四呗 中就是那个小中 现在选中呗 那他有可能就是故意骗你的 他说 为什么他不 为什么他一块到 跟我们的学院来 有可能他就是在那儿骗你的 他可以只藏在背后 那他在在面前 岂不是够好的操控你吗 这个理由我也不太明白了 那应该就选图了吧 对好在这个题 他知道是有容错 他不会让你所有题都选对了 再选出 就只要有一个错了 重选 像刚卡片那么恶心 对 选图 哦 那个对对对 我还提到一句这个尸体的诗 反正是 我当时说是曲啊 曲员的曲 我想到他是图 对 OK 他说跟藏林村有关系 OK 然后呢 下一个题 我是桃梦颜 我没有生病 我只是陷入了某些幻觉里 好 然后这个幻觉来迫使我听到和见到一些事情 OK 我很生气 OK 对 看门后面 应该是不是最终boss要登场 应该就是小钟 小钟 难道姓图吗 不知道 看一下吧 请接一下 刚才有点事情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终于逃出了刚才那个幻象中的这个医院 现在看到这个应该是最终boss了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图什么什么 怎么可能小钟也是他假扮的 明灵是吧 我猜你是图老四的后人 该叫你图老六还是什么 怎么 不再装神弄鬼了 本来我还想着怎么帅气的揭穿你呢 好吧 他说他在装神弄鬼 你很聪明 我叫图浮生 图浮生 走上确实是图老四 藏陵村人 我们两家曾经是邻居 OK 这是图老四的后代 好吧 哼 接下来你该不会是要说 嗯 你先不管说啥 有图老四的后代叫图老六的吗 那一般来说图老四图老六 不是指哥们四个六个的 他们这个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代数那也太奇怪了吧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你认为我会说这一句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吧 别随便接别人的话 你的祖先没有祖训 交给你礼貌吗 啊 对不起 差点忘了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想为他报仇 但不该找到我们头上吧 嗯 好吧 这个 现在女主又开始 开启怼人模式了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不想听能可以吗 可以不听吗 女主跟我想的一样 我也并不想听她的故事 但是不听她也得讲 我估计 你再想 这些反派总是会把自己的计划 和绅士讲出来 我并没有那么想 我只是不想听 我可什么都没想 别来这套神棍把戏了 你以为自己是大无仙隐藏款吗 当年 阻止梁绍平打扰婚纪 本来是徒老四的责任 但他没有做到 尽管他斩了梁绍平 但这并不能将功不过 这好吧 这凭什么呢 凭什么这个诅咒就会一直延续呢 这个也没什么道理感觉 不过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 那你出指甲义务 总得找一点矛盾 个人感觉这个有点 就是强行的构造矛盾 就强行的 就要多出来一个这样的反派 于是涂家受到了诅咒 只要没有补救失败的婚纪 涂家每一代都会生活在折磨中 这也很牵强 你按照说人就 人就没办法 那么说快一点 磨磨叽叽的 这人还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这诅咒一直在应验 我父亲离开了藏陵村 建立了这个木偶戏院 原本取得了一点成功 但最后却非来横祸 又过早病逝 这个也是很牵强 那如果所有人都逃不出诅咒 我们还活什么呢 那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这就是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吧 太把预言当真了 做事的时候就认为 自己一定会失败 他会把自己往早市折腾 求然得然吗 OK 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是蛮有哲理的 对吧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会失败 如果你觉得对吧 你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你就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这个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逻辑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你就是实际生活中 你不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 至少在结果落地之前 你不要给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暗示才对 但是放在这里 这个语境下 我倒觉得也就那样吧 反正是 那他老爹就是这个 那就是徒老五 咱就说要不要死这个事情 那也不对啊 你一百年才过了两代吗 你们家这五十岁才生下一代 也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是就那样吧 对 这个那不重要 这个都是相当于是细节上 没办法抠的事情 对 我感觉徒老四应该就都到徒老八了 到徒老六 感觉这个代数有点不太够 如果是一百年的话 我原本也认为是父亲自己的原因 他仍然生活在藏陵村的阴影中 会使用鬼戏邪术辅助木偶戏表演 甚至还在供奉六藏菩萨 所以我想完全摆脱这一切 我放弃了家族传承下来的鬼戏和木偶 远离藏陵村 成为了一个普通商人 好吧 感觉也不一定是命中注定的吧 你感觉就是为了剧情安排 不然 对吧 你这个也没什么道理 你这个反派的理由也很牵强 有人怨恨敌人 有人怨恨社会 但我不知道该怨恨谁 在我的分析中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所以 除了造化 我还能相信什么 那你既然都认命了 你就乖乖认命 你为什么 那你现在就来折磨 折腾这个女主 难道你就能找回到你那个 对吧 比如说已经死去的妻子女儿什么的 这事情就不符合逻辑嘛 对不对 而且你说话能快一点吗 磨磨叽叽的 一个男的 娘妈唧唧的 烦不烦 确实很倒霉 但运气这种事 谁说得清呢 就是一连串的随机事件 正好都被你碰上了 不管是不是随机事件 你现在当反派 于事无补 那你是要干嘛 那你为什么要 就是 他找女主 是为了干嘛 是 是为了让女主完成祭祀 然后他就 他就能获得好运了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逻辑 大概应该是 只有一个方法能得到结论 所以我需要完成 这些人的婚纪 希望这能结束一切 让我的孩子 不再延续悲剧 你都妻离子散了 你 你这个逻辑 根本就讲不通嘛 有病吧你 怎么谁都想 用我来进行祭祀啊 我是像纸钱啊 还是像猪头啊 不管你像什么 好吧 这个反派的逻辑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生硬 有强烈对抗医院的 纸新娘是无法 婚纪成功的 无论是鸡娘子 祝小红 还是之前的你 都是这样的例子 鸡娘子也是 是纸新娘的一个吗 这个我就 这个故事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 那既然有反抗医院的 那谁没有反抗医院呢 这个 这剧情到这里已经 已经没办法圆了呀 现在的我也不想当猪头啊 嗯 你知道这么久 就是问了这个 那你只怕是要失望了 你是个意志顽强的人 嗯 正常的办法 很难击溃你的精神 但通过法术 可以让你万念俱灰 Wheel 本来指的是那种奇思妙想 或者灵机一动 在这里 You will be completely 感觉这少了个单词 什么 Trapped at my beam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被困住 唉 你有点不正常了 嗯 就像在大海中 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嗯 你把这些讲出来 是希望我能告诉你 这不现实吗 对啊 现在这个剧情确实很扯 就这样吧 不 我只是 要你的一点点共情 来增加我的成功率 呦 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 真正的换戏 才刚刚开始 现在就开始幻想了 弱点就是说 获得一点同情心 谁同情你啊 你这是 你从头到尾 这就没有一个 就觉得 能 能 基本上 这逻辑就没有一处 能讲通的地方 我拿什么同情你 你 好吧 这个剧情我真的是很无语 真的 我玩了现在 我觉得这个剧情 至少四张 我是越玩越无语 好吧 就这样吧 那里是 什么 你 你指甲一一 还有指甲一二 至少那些坏人 他坏的都是有道理的 你这个人坏的 没有道理 我这 OK 钻进去 是不是这张 终于要对他 变成指西铃 我常常在梦中 我被绑在祭祀台上 穿着直坐的嫁衣 每当那些阴森的 木偶村民包围我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 戏装的怪人 后来我知道了 那戏装人被称为 煞金刚 是我前世 祝小红的猎人 梁绍平 他那一刀 砍断了绳子 将祝小红 解救了下来 这不都重复了 好几次的剧情 我知道了 噩梦源于 前世今生 源于幼年记忆 源于想让我成为 芷新娘的村人 我感觉这剧情 刚才在那儿 已经看过了 咱跳一下 这个梦并没有离开 在梦中 我仍然被绑在那里 哦 现在也没人来帮他了 再也没有煞金刚了 只有我自己 孤单的掉在那儿 嗯 于是我明白了 煞金刚原本是噩梦的一部分 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后 他就不再出现在噩梦中了 OK 然后呢 这又不出现了 我并不是朱小红 梁绍平并不会来救我 我是陶梦燕 是作为芷新娘的替代品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在我还没出生时 从那个转世灵符放在我家里起 我就是人们心中的芷新娘了 除了用于昏迹 没有人需要我 怎么就对所有人都没用了呢 这个 外表热情 内心孤僻 可能源于童年创生 嗯 在我眼里 总会觉得别人的笑脸很可怕 就跟你剧情真没有意义 我愿意搞不明白 别人为什么要接近我 又为什么要伤害我 六藏菩萨要登场 我对我刚刚唱那几句话 怎么就全剧终了 那第五章还怎么玩 一般人说指甲衣不都是五章吗 看一看吧 咋意思 这女主贵了 啥 OK 先结束一下 这个第四章真的是玩的 现在不明觉厉 不明所以 不明 有意思 我 我